美国正在庆祝他237岁的生日 来自21个国家的30个人 成为美国公民 其中一位新公民是来自埃及的阿什拉夫·默克达尔 成为美国公民令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希望像我承诺的那样成为一个好公民 杰奎林·法伊尔来自英国 这段路很艰辛 非常非常的漫长 但是值得 我很高兴 这段漫长公民路的终点是由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主持的规划入籍典礼 他带领新公民诵读了效忠誓词 杰克鲁是第一代美国人 他的父亲是波兰移民 他赞扬了那些克服重重挑战后实现梦想的美国新公民 我们赞扬你们每个人 不仅因为你们是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 也因为你们将继续做出贡献 这些新的美国人为了成为公民 多年来苦读英语 学习美国的历史和政府知识 其中许多人怀着前景未博的心情 等待着最后的通知 不过来自巴拿马的赫伯特·克鲁克斯说 他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 在内心深处 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个美国人 这是梦想成真的日子 我终于做到了 美国人迎来又一个独立日时 这三世兵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也加入了庆祝行列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